西游记 地球日记 有生书系列 第28回 悟空智取紫金灵 转眼到了圣夏时节 唐僧师徒四人来到了诸子国 进城之后 他们就直接去了驿馆 安顿了下来 唐僧吩咐好徒弟 看管好行李物品 自己就去驿站 导唤观文去了 可是悟空哪里闲得住 他让沙僧留在驿馆里 准备吃食 自己叫上八戒 偷偷地溜到了大街上 他们来到了一座古楼旁边 看见楼底下 有一大群人 正在围观什么东西 悟空不由分说 就要凑上钱去 可是八戒劝阻道 猴哥 师父交代过 不要让我们到处招惹是非 咱们还是离开这里吧 悟空听不尽劝言 让八戒在一边等着他 独自钻进了人群 只见那城楼上 挂着一张黄榜 上面写说 诸子国的国王 得了不治之症 命在旦夕 如果谁能救治好他的病 国王承诺 把自己的一半国家都分给他 悟空看了 觉得这件事很有趣 他要爱管闲事 当即念了一句咒语 吹出一口仙气 马上狂风四起 漫天风沙 让人睁不开眼睛 悟空施展隐身法 上前一把就把黄榜接了下来 甩在怀里 他回头看见 八戒靠在城墙边上 心想 这呆子 又睡着了 看我来捉弄一下他 悟空悄悄的 把黄榜塞进八戒的怀里 自己转身洋洋得意的回忆馆了 大风终于停了下来 守卫黄榜的士兵 发现黄榜不见了 急得满头大汗 他们连忙私下寻找 发现黄榜就在八戒的怀里 他们大叫道 看啊 这个偷走黄榜的怪物 说着 就把八戒五花大榜 抬进了宫里 八戒这才从睡梦中清醒过来 他大声的辩解道 这黄榜 肯定是我师兄接下来 我是被陷害的 快把我放下来 冤枉啊 你们快去把我师兄 也请进宫来吧 他神通广大 一定能治好你们国王的病 国王听了这句话 马上派了官兵 要去把悟空请进宫来 悟空就这样 被众官兵请进了宫 与此同时 他们把唐僧也一并请了进来 国王看见悟空 觉得他长得很奇怪 心里十分害怕 不敢让悟空帮他治病 悟空见此情况 立刻拔下身上的三根毫毛 变成三根银线 让太监们把银线绑在国王的手腕上 说是要悬丝诊脉 悟空拽着线头 隔着沙莲 对国王说 陛下 您是因为长时间受到惊吓 并且思念过度 这都是心病啊 这种病症 就叫做双鸟失群症 国王听了之后 频频点头 觉得悟空 说得很有道理 就叫他帮助自己治疗疾病 悟空叫来御医 为他准备好几种药材 每样各三斤 再加上特制的制药工具 一并送到驿馆去 并告诉国王 过些日子才能制作好这种神药 当天夜里 悟空他们回到驿馆 看见药材 和所需要的器具 都已经准备好了 悟空 八戒和沙僧 从各式各样的药材中 取出几样来 捣碎碾膜 再搓成三个药丸 装进一个小盒里 他用这么多药材的目的 其实是为了掩人耳目 不让御医 猜出来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第二天一大早 他们就把三颗药丸送进了宫里 国王毕恭毕敬的结果要来 扶下去 病症马上就消除了 他感激的向唐僧 磕了三个响头 又吩咐手下 在光禄寺准备宿宴 感谢唐僧师徒的救命之恩 在饭桌上 悟空向国王问道 俺老孙 知道陛下得的是相思病 不知你有什么心事 不妨说来让我们听听 有什么困难 俺老孙可以帮您解决 国王感激的 向悟空答谢 随后又仰天 常叹一声 低声说 时不相瞒 三年前 麒麟山蟹之洞 妖怪赛太岁 看见寡人的金圣公娘娘 长得貌若天仙 就强行把她给夺走了 正日日夜夜 都思念我的爱妃啊 不知道她现在是死是活 悟空听了 也替国王打抱不平 他安慰国王说 陛下莫及 俺老孙 一定会去帮您制服这骇人的妖怪 替天行道 把娘娘接回到您的身边 国王痛哭流涕 感动得要跪下 向悟空致谢 被悟空扶了起来 悟空又问道 陛下可知道 那妖怪 什么时候还会再来 国王告诉他说 纳赛太岁 每年都要来几次 每次都要抓取几个宫女 去侍奉娘娘 为了防止妖怪商人 还专门修建了一座碧妖楼 悟空让国王 带他去碧妖楼看看 他们一起来到了那座碧妖楼前面 只见这座楼 盖在地下 里面修了九间大殿 入口处 用石板牢牢压住 好不气派 就在这时 一阵妖风四起 尘土飞扬 大家都惊叫起来 不好 妖怪来了 悟空赶紧护送师父和国王 钻进了碧妖楼 八戒和沙僧 也想一起钻进去躲起来 却被悟空一把拉住了 悟空叫道 师弟 你们随我来 一起捉住妖怪 这时候天空中突然出现了一个妖怪 手里举着一杆长枪 悟空连忙跳到空中 并向八戒 沙僧大喊 师弟 你俩看守好避妖塔 我去跟妖怪过两招 悟空掏出金箍棒 冲着妖怪就猛劈下去 谁知这妖怪不堪一击 这一下 那妖怪的长枪 就被悟空一棒打成了两截 悟空这才料到 这小妖 只是纳塞太岁的急先锋 他懊恼地回到了师父身边 告诉他这事情的经过 国王和满朝官员 都对悟空的本领和勇气 大家赞赏 悟空向国王索要一件金圣娘娘的随身物品 作为信物 国王交给他一双黄金宝串 悟空接过这件信物 随即驾起云 一直往麒麟山飞去 悟空来到了麒麟山 看见山前有个小妖 他上前一棒打昏了小妖 从他身上搜出一个牙牌 上面写着有来有去 他变成小妖的样子 朝着妖怪的洞穴走去 一路上很顺利 他偷偷摸摸地 来到后宫 看见两边 站着几个狐狸变成的美女 正中间 就坐着一个相貌出众的娘娘 悟空心想 这一定就是金圣娘娘了 只见那娘娘 眼中含着泪花 一脸愁容 悟空上前行了礼 说自己刚从诸子国下战书回来 有话要告诉她 娘娘让身旁的侍从退下 吸尔公听 悟空把房门关上 再看看周围确实没人 就摇身一变成了原形 娘娘吃惊正准备大叫出声 被悟空一把拦下 她掏出那串宝珠 把事情的原委向娘娘说了一遍 娘娘接过黄金宝串 连忙从座上起身 准备跪下磕头 悟空连说 娘娘大可不必 快快起身 俺老孙只想知道 那妖怪有什么厉害之处 娘娘告诉她 这妖怪有一串奇怪的铃铛 威力无比 她还告诉悟空 那串铃铛就挂在妖怪的腰间 从不离身 于是 悟空跟娘娘商量了一番 如何把那串铃铛弄到手 这样才能轻易制服妖怪 随后 娘娘请人叫来了妖怪 妖怪大摇大摆的走了进来 娘娘满脸笑容 用手去搀扶妖怪 妖怪吓得连连后退 嘴里说着不敢不敢 原来娘娘被妖怪抢来时 紫阳真人 给她穿了一件五彩仙衣 使她身上长满了毒刺 令妖怪不能进身 娘娘叫人准备好酒宴 要与妖怪大喝一番 这时候 悟空化身的小妖 端着韭菜上了桌 在给妖怪斟酒的时候 她吹出一把蚝毛 变成了无数个狮子跳蚤 他们跳进妖怪的衣服里 妖怪被咬得起痒无比 四处抓痒 娘娘就劝妖怪 脱下衣服来 好帮她抓抓狮子 妖怪养得受不了了 只好把衣服脱下来 果然 露出了三个精灵 娘娘见精灵上 也爬满了狮子 大声说道 大王 那铃铛上 也爬上了狮子 快摘下她来吧 妖怪顾不得那么多 她放松了警惕 把精灵解了下来 娘娘接过精灵 偷偷递给悟空 悟空用仙气 便出了一串假铃铛 让娘娘重新递给妖怪 狮子终于抓干净了 妖怪连忙把铃铛系在腰间 大笑道 哇哈哈 这几只小狮子 却让我出尽了阳相啊 娘娘 来继续喝酒 悟空这时候 已经跑出了洞外 他在洞外 把大门都砸烂了 大声叫喊着 大胆妖怪 出来看看你孙爷爷 快把金圣娘娘交出来 妖怪在洞中 听见外面有人在撒野 坐不住了 他放下酒杯 对娘娘说 娘娘 我去去就来 说吧 他抖擞精神 走出洞去 看见悟空正站在山崖上 对着他破口大骂 妖怪大怒 吼道 你是哪来的坡猴 竟敢在本大王门前撒野 接着 就举起兵器 向悟空冲上去 两人在空中大打了五十个回合 也不分胜负 妖怪体力不支 他回到山洞门口 掏出那三只铃铛 对悟空叫道 孙悟空 看我的宝贝 妖怪把第一个铃铛晃了晃 不见往外喷火 又晃了晃第二个 也不往外冒烟 最后使出第三个铃铛 也不流出沙子来 他晃了手脚 喊道 这灵儿今天是怎么了 悟空哈哈大笑 他掏出三个真正的宝贝铃铛 一起摇动 一时间 烈火 清烟 黄沙同时从铃铛里喷出来 把那个妖怪吓得魂飞破散 想要钻进洞里逃命 这时候 观音菩萨 驾着五彩祥云 从空中飞来 他对悟空说道 不要烧死他 悟空 那是我的坐漆金毛 然后 观音用羊柳汁 撒了一些净瓶里的甘露 立刻烟消雾散 火焰 清烟 黄沙全都不见了 那妖怪也吓得 赶紧现了原形 原来他是趁木桶打盹的时候 私自溜到凡间来的 悟空赶紧冲进洞去 把金圣娘娘 从洞中解救出来 然后一把火 把这个妖怪洞穴都烧成灰烬 回到宫中以后 紫阳真人 也前来收走了 之前送给娘娘的五彩仙衣 国王对师徒四人 感激不尽 他们临走的时候 国王和文武百官 列成长队 徒步跟在唐僧师徒后面 一直送他们走出了皇城 要赶紧 大人 请不吝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